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用猪肝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适合女性的滋补汤 这道汤特别适合在女性朋友坐月子期间或者是大病出狱后使用 首先先把猪肝切成薄片,然后清洗几遍 猪肝的腥味主要是来自猪肝里面的血水 所以我们要多清洗几遍,把里面的血水彻底地清洗出来 处理好的猪肝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腌制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再加入一勺淀粉 再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淀粉这样猪肝吃起来才会滑嫩 接下来再准备大约20克枸杞 然后再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先把枸杞清洗一下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可以吸附枸杞表层的灰尘 抓洗好了之后再换清水,把枸杞多清洗几遍 把清洗干净的枸杞过滤出来控一下水分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香菜 把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加入几片姜片 姜片爆香之后再加入适量的纯兴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先把枸杞放进去 先把枸杞煮上两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之后再把猪肝放进去 煮猪肝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大约一分钟就可以了 放进去之后先不要翻动 一分钟之后再把香菜放进去 水开之后再把浮沫撇掉 出锅前再加入一小勺食盐调味就可以了 我们在煮这道汤的时候要注意猪肝煮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这样猪肝吃起来就特别的嫩滑 这道猪肝枸杞汤是广东非常出名的量汤 如果是脸色辣黄,贫血,脸色发白 可以多喝这道汤 有非常好的补血的作用 对女性朋友非常的友好 喝起来一点都没有猪肝的腥味 非常的清淡好喝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 U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